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关于瓷器鉴定当中的 原青花花果文植壶的变尾 那市场上因为现在 由于原青花的这个价格不断的攀升呢 无论是这个整气还是瓷片都是非常的昂贵了 那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房品 那今天关于这个植壶的这个如何变尾 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 原青花花果文植壶的变尾 这是一件出现在市场上的 这个号称是原青花的花果文的这个植壶 为什么说号称呢 因为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 它都不属于原青花 如果说它是仿这个宣德时期的青花 还能算得上什么 说原青花就差着十万八千里了 我们看气形 气形就不对 不对在哪里 这个呢 真正的原青花这种植壶呢 它有点像这个 它整体的气形主体方面来看 有点像玉壶春瓶 只是没有上面的这个瓶口而瓶颈了 那这一支呢 这是个房品 这房品就做得很差 另外呢 你看原青花的这个瓢 这个瓢的形状 和这支壶的形状 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 它这上面瓢的上部呢 又太粗了 原青花这个非常的翘 非常漂亮 然后呢 这个霸在这里头的这个 形状也不对 看这形状 然后呢 这上面这个细 这个细孔位置 和它的这个方向感也不一样 这都是细节 大家注意 就是有一些做房品的时候 除非它是做1比1的复刻 那它能够按照那个比例完全去做 但是那样都会有一些差距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个风干量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收缩不同 然后入了这个窑以后 在烧的时候 还有这个虽然收缩率 大致都是15%左右 但是依然会烧出来有一些差距 这个是没办法 那这个气形上 我们看 这就看出来完全不同了 那这一支这个房品的气形呢 更接近于这个宣德时期的气形 所以呢 这个说明这个 无论是卖的人也好 怎么样也好 他根本就不懂圆青花 大家就清楚了 再看幼水 它的这个幼呢 冒贼光 这种呢 这种光是贼光 不是那种宝光 这是这是个倒带真品的 这幼水 圆青花的这个幼呢 通常是清白幼 或是卵白幼啊 这个他这个白中泛青特别明显啊 然后这个房品这个幼呢 白中泛 辉黄啊 差得很远 然后呢 文氏 那这一支呢 那这一支呢 是宣德一朝的花果文的纸糊 它其实这支是房品 它是仿的这一支糊的这个 无论是从文式上 还是从气形上 它仿的是宣德一朝的这个纸糊 而不是圆青花的 圆青花的文式 由于他用的塑料 和他的这种 啊 胎幼的结合 所形成的这种 啊 蓝中泛紫的这种情况 非常漂亮 啊 真的是那种 幽蓝的那种漂亮 你哪怕是得到一件这个 这个圆青花的这个瓷片 啊 啊 品相特别好的瓷片 你看上去都特别舒服 这个东西 你一看这房品 一看就 就不舒服 很多人说 那你 什么说的舒服不舒服 就是你看真品看多了 你看这些假的东西 就会看出来不舒服了 明白吧 然后看这些东西 啊 这是人为作就 先弄上一些胶水 然后它再搁上土 做出来了 这个呢 很容易辨别 和真正的出土的东西 那种土浸 是两个概念 啊 虽然它这也弄 这油料 这个这个清料里边 也加上了一些矿物料 但是呢 出不来那时候的效果 苏玛丽青的那个效果 只能是大家多看看 看得多了才能知道 这两件啊 倒带真品 现在都在北京故宫收藏 那这是那件房品 OK 房品呢 看它的圈竹 啊 虽然这里边 在圈竹里边也失诱了 但是呢 啊 它 有一个问题 出现在哪里呢 第一 它的这个圈竹修的 啊 过于工整了 一四 宣德 又不像宣德 宣德比它还要工整 但是你说 它像元清花的吗 不是 元清花的圈竹 没有这样修的 尽管它这 这里头 随意的来了一刀 元清花的那种随意性 它没有仿出来 啊 这个就没办法 真的大家一定要多看真品 只能是多看真品 才能够辨别出来这些假的东西 你看的真品太少 你天天都是泡在这些假的东西里边 自娱自乐 你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圈子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的 不同的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 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